美女邻居爱点外卖 可每次地址都写我家 在第六次凌晨两点被外卖员敲响大门时 我彻底怒了 狂敲隔壁大门一顿发疯 他唯唯懦懦地道歉说以后肯定不会了 可第二天我就发现 我家墙边多了一个标记 那是被人盯上的证明 一 我果断打开手机搜索小偷标记 将搜索出的图片与墙上标记并排 仔细对比后却发现 这并不是小偷标记 我不得不恶意揣测 这个标记是邻居对我昨晚发疯的报复 可我只不过是拿着铁锤砸门 警告他们不要在半夜点外卖送到我家 要知道 凌晨两三点敲门把一个常年神经衰弱失眠的人叫醒 是一件非常过分的事情 想到这儿 我的怒气涌上心头 输入密码冲进家门 拿出菜刀 蹲在墙角一点点将标记刮下 确定看不出任何痕迹后 我才提着铁锤再次敲响隔壁大门 咚咚咚 震耳欲聋的敲门声落下后 我的邻居并没有打开门 我又敲了几下 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只得恶狠狠的高声警告道 再敢作妖 我就继续发疯 大家都别想安生 我转身回家 重重摔紧门 放下铁锤 做了20个卷腹才平息怒火 静下来后我仔细分析 邻居大概率会继续作妖 毕竟梁子已经结下 接下来就要看谁更无赖了 我深吸一口气 拨通社区管理电话 说清事情原委后 社区管理告诉我 会在近期上门进行调解 总算有了点指望 我放松下来 洗漱睡觉 这次我不仅戴了入耳耳塞 还戴上了头戴式耳机 可惜没有用 我勉强睁开眼看向手机屏幕 4月5日凌晨两点半 外卖员的敲门声就没停过 如果没有买家特意交代 这个点的外卖员 都是放下东西拍照离开的 美女邻居就是故意恶心我 我气得头皮发麻 冲向大门 大声喊 你把东西放门口就行 敲门声果然停下 祝您用餐愉快 我并没有立刻出去拿外卖 反而转身回厨房 拿了载骨刀静静等待 等待外卖员点击确认卖家收获 而收到提示的邻居 就会顺势出门拿外卖 果然 三分钟后 再听到对面开门声后 我凶神恶煞地冲出去 可拿外卖的又是这个 眉心有凹痕的男人 他是美女邻居的助理 那男人盯着我的载骨刀 面不改色递过来一袋 品相极好的车梨子 瞧着有两斤左右 什么还是这样 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 你们是想早点跟我一起死吗 可这样凶残的威胁 只是换来男人点头道歉 美女 真不好意思啊 主要我们小月是个主播 那人家大哥有时候 打赏外卖也不好拒绝 但是实在不想暴露地址 只好写你家门排号了 造成了困扰真不好意思啊 你放心 我已经教育过小月 让他改改 我冷笑一声 之前这男人给我的解释 是写错了 忘记改 但这次却说是因为 不想暴露地址给金主 可他们不想暴露 完全可以写物业 隔壁小区或者其他地方 不过是多走两步路而已 现在却主动将我的地址暴露 如果大哥真的上门 找那个什么小月 遭殃的可就是我 他们就是故意的 我朝前两步最后一次警告 如果再有一次 我就报警 男人一直笑着的脸 却在听到我这话的瞬间扭曲片刻 又很快恢复 忙不迭地道歉 下次一定哈 我拽过那袋车梨子 转身回家反锁房门 二 车梨子吃完了 心中的恐惧也跟着蔓延开来 除了上次去发疯 隔壁的美女邻居 我就在搬进新家第二天见过一次 清冷厌实脸 是最能挤起男人征服欲的一款 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我是真害怕 他的绑一大哥找上门 各大平台绑一大哥 求爱不成反杀主播的新闻 我也看过不少 如果他真跟绑一大哥起了矛盾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必须得再协商一次 我吐出果核 翻出袋子上的订单消息 留下的电话号码 应该是他的联系方式 拿出手机输入号码 我搜索到一个名为月月的联系人 看头像应该就是她 将来一输入后 我发送添加信息 久久没有得到回复 我只能试着通过她的朋友圈 获取一些信息 我点开月月的朋友圈 入目是白花花的一片 穿着极为惹眼的月月 带着项圈猫耳 顶着清冷艳湿脸 跳着性感妖绕的舞蹈 这样的视频占满了整个页面 好一个主播 我正想继续往下翻时 却收到好友通过的提示 切回聊天界面 我酷酷一顿打字 您好 我是您隔壁内户户主 陆芝 之前就半夜点外卖这件事 我已经跟您的助理协商过几次了 但是结果是你们并没有任何改变 这次我找到您的联系方式 是要通知您 如果再有下次 我会直接报警解决 聊天上方一直显示 正在输入中 我却隔了几分钟才收到 对不起 给您造成困扰了 真的不好意思 绿泡泡转账995元 道歉是挺真诚礼貌的 还给我精神损失费 丝毫看不出这人是个搞大尺度游戏的 可他也没承诺一句没有下次 一定会改 真就哪哪都透出怪异 可以想到对面本就是奇葩 我也就没再继续想了 恩灭屏幕 我暗自想着如果警告不起作用 就立刻报警 一定要跟这种奇葩邻居死磕到底 也许真是我的狠话起了作用 一连好几天 我都没再被外卖员半夜敲门 三 但是让我不安的是 一周后 那标记又出现在我家门旁的墙壁上 更让我害怕的是 我感觉自己被跟踪了 我在城郊新小区买下三居室 就图这个小区没什么住户 自然也没什么人看我 可这两天 上下班买菜回家路上 我已经快被四周隐秽投射来的目光凌迟 我捏紧手中塑料袋 快不走过眼前的建筑师工地前往超市 看到收银员的刹那 我紧绷的精神总算放松下来 可这样的安全感持续不超过十分钟 我感觉自己又被钉上了 我钉了钉神 若无其事地在货架上挑选片刻后猛然回头 果然撞上一对来不及躲闪的浑浊眼眸 是个穿着汉衫 牙黄如土的男人 眉心一抹重重凹痕 这人是附近工地的工人 之前我步行回家时见到过他好几次 他看着我吹了声口哨 我下意识后退两步 故作镇定地瞪了回去 却没想到 他身边围着的三个男人竟同时朝我头来赤裸目光 那感觉 仿佛我是一件可以被代价而沽的货物 我想张口呵斥 却看到那男人朝地上吐了口浓潭后朝我走来 美女 后续只会出现不可控局面 所以立刻转身拿起榨彩瓶就加快步伐离开 结账后我直接跑向小区不敢回头 直到繁琐房门才浑身脱离倒进沙发 我不断深呼吸调整 打开手机拨通哥哥的电话 哥 我感觉我被邻居找来的人盯烧了 你这段时间搬过来跟我住行不行 哥哥什么都没问 只是叮嘱我注意安全 他下午下班就过来 心中大石头落地 困意逐渐上涌 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再醒来是因为耳边不断传来的警报声 D 我很熟悉这声音 是密码门输错数字后会发出的警报声 而我家只有正大门是密码门 我打了个寒颤 拿上铁锤走到门边 滴滴声仍旧充斥在我整个耳阔 我咽了口水 打开猫眼盖凑近想看门外的情况 可我只透过模糊的镜片看到一片紫红 那抹紫红还在不停扭动 我终于意识到 这是人的舌头 反胃感涌上 我强迫自己继续观察 紫红色挪开 我对上浑浊眼瞳的一瞬将猫眼盖摁下 听到他模糊道 这扫娘们等事成了 我哆嗦着唇拨打报警电话 听筒中的嘟嘟声与试错密码的滴滴声交织成催命乐曲 终于我听到那句 您好 这里是警案区派出所 我迅速组织语言说明情况 却在说出第一句话时被脚踝处传来的痛感打断 低头一看 不知何时 一截头部被磨肩的细小铁丝穿过门下缝隙 直直戳向我的脚踝 留下伤口 我愣了愣 门外的人说 四 什么人鬼鬼祟祟的 都在这干嘛呢 重叠的吼声传来 我精神一震 立刻重新通过猫眼朝外看去 模糊的镜头下是戴秀章穿马甲的社区工作人员 正朝逃生通道张望着什么 我没有着急开门 而是拿起手机拨通社区管理电话 明确看到其中一位女性举起手机与我对话时 我才真正放下心来 长舒口气 我颤抖着手去开门 一开门便听到那位社工问我 请问是陆小姐吗 我点点头继续问 是我 谢谢你们 刚才在这的那个人呢 社工指着一旁的逃生通道 就是说呢 我还在想 这几个人围在一圈站门口是干嘛呢 结果一出声 人就跑了 诺 就是从这儿跑的 我的脑海中重复播报起 几个人 这个形容 巨大的眩晕感将我淹没 只好扶着墙不让自己倒下去 也许是我面色惨白的状态真的吓人 常年进银基层的社工很快反应过来 瞪大眼睛道 这是贼呀 我说怎么戴着口罩帽子呢 你别怕 我马上报警 我摇摇头摁住他的手 谢谢你们 我已经报警了 说完我便蹲下观察门下缝隙 当初装修时 我为着安全花高价 买下店家推荐的超兼顾密码门 如今一看 门下受损 竟有了如纸般的缝隙 足以一点点探入铁丝 我不敢想 下次会探入什么东西 我拿出手机准备拍照留证 却看到缝隙处遗落着几点白色 像放进洗衣机 被搅了几个来回 再晒干的纸 在人的暴力揉捏下 被抛弃在这 一个令我胆战心惊的猜想 浮现于脑海 我迅速拍照留证后 朝社工所说的逃生通道跑去 终于在逃生通道的铁门后 发现了写着数字的碎纸屑 6942 6923 6925 6913 一串串数字 看得我肾上腺素逐步飙升 因为我家的密码是6918 可是 他们怎么会如此精准地试出来呢 十位数组成的数字密码 足有一万种可能 我将碎纸拢在掌心 准备再次拨通公安局电话 余光却正好撞上 提着行李箱满头大汉上来的哥哥路易 他看着我张口就是 你这小区也太坑了吧 六楼住的谁呀 卡着电梯十多分钟一动不动的 搞得我只能爬楼梯上来 社工也附和道 哎你也是 我俩也是爬楼梯上来 累得人心慌 一会儿我们就上六楼去走访看看 我听完越发腿软站不稳 只因我家在八楼 而六楼根本没有住户 是妥妥的毛坯房 不禁联想到 如果刚才被浪费时间拦在楼下的 是警察呢 我一个机灵 上前紧握住哥哥手腕 哥 你刚才上来的时候 遇到戴帽子口罩的怪人没有 他满脸疑惑地摇头 没见到啊 话音刚落 叮咚声响起 所有人同时朝声援看去 在那里 电梯大门正缓缓打开 五 与两位警察面面相去的瞬间 我心急如焚大步走上前去 说明自己的身份 在查验过门下损伤后 我将所有人请进客厅 把从超时期遇见的骚扰 到发现碎纸蟹仔细说了一遍 没有遗漏任何可疑的细节 女警手中笔尖重重点在记录册 他们的确有作案嫌疑 可这并不足以成为将人拘留质询的证据 女警皱眉打量周围一圈问道 陆女士 您家是否有安装监控呢 我的确有购置监控的打算 却没有真正安装 不过上个月 我下班回家撞见邻居家 来了安装可是门铃的工人 当时我没放在心上 只觉得美女主播还挺小心的 完全没想过 那门铃就在我家正对门 增加了密码暴露的可能 我心中一领 将这个发现告诉她 女警眼中金光一闪 立刻起身敲响邻居家门 开门的依旧是助理 看着这张熟悉的脸 我有点反胃 得知我们来意后 她十分配合请我们进屋查看 府一进门 深红色装饰和各种直播设备 将客厅塞得满满的 唯一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女主角 我下意识问了句 月月不在吗 助理步伐未曾停顿 侧身回答 小月出门买新出的口红了 做颜值主播的 总不能没点装备吧 话都说到这里了 我自然不好再追问 她很快将监控视频调出 可那视频画面非常小 只能拍到邻居家门口 难道是因为我们之前发生过矛盾 所以主观太恶意导致猜错了吗 男助理似乎看穿我的疑惑 摸了摸后脑勺 嗨 当初安装的时候 可不就想着不能给邻居添麻烦吗 那网上这么多 因为可是门铃照到对面朝起来的 所以特别让安装师傅做了调整 线索和希望在此落空 男人说着不好意思将我们送出门 我茫然的再回头看了一眼 没注意脚下 被靠在门边的运动鞋绊了一下 向下看去 那是一双满是干涸泥土的运动鞋 哥哥扶了我一把 嘀咕道 怎么不整个鞋柜呢 给我妹摔了砸整 我的脑中灵光一闪 回过神时后背发凉 全身僵硬 却不敢回头 我身边的女孩子 包括自己在内 大部分都讲究穿搭 更有甚者会为了一双鞋子 搭配一套新衣服 那么作为颜值主播的月月 一个会专门到专柜抢口红新色的女人 真的只有穿出门的那一双鞋子吗 邻居家一定有什么隐瞒的事实 六 我停下脚步拉住阿姨手腕 决定再试探一次 等等别走啊 阿姨你还没帮我调解呢 就外卖那事 社工从懵逼到恍然大悟 迅速调转步伐往回走 来小伙子 可见的不耐烦起来 我趁机提出要求再看一遍监控 他争愣一瞬 又很快在社工的念叨声中回神 重新将监控调出播放 我故作疑惑道 那会儿我好像听到外面的人在说话 能把声音调到最大吗 说完我不顾男助理的反应 自顾自接过鼠标将声音调大 空荡荡的画面中逐渐开始有了声音 是个男人的下流化 嫂娘们不是爱穿超短裤吗 等事成了 有你穿不完的 这妖戏的 嘿嘿 这声音发哑 是常年被烟炮出来的结果 可加上电子音又多了些不真实 让我不敢确定 但能确定的是 我的确被盯上了 且时间不短了 我心跳如骨 满脸愤懑地反复播放这一段视频 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方的监控型号 努力将这串字符组合一字不差印在脑海 终于 社工的调解结束 我将电脑还给男助理 临出门前我还不忘叮嘱他 你们也小心点 现在的贼猖狂得很 有事就叫两声 虽然之前咱们有矛盾 但是关键时候还是互帮互助 男助理露出黄牙朝我一笑 那是当然 都邻居嘛 我朝他重重点头 捕捉痕迹地将男助理表情和一举一动 全部纳入观察内容 脑海中工人的面孔在此刻与他重叠 六分相似的炉内画像 因着同样的眉心凹痕更显雷同 我颤抖着向前走 确定身后门关上后 我才深吸口气跟着警察回到所里备案 结束后 我拉着哥哥去到朋友开的四处馆 在宝间里我拿出手机 在购物软件搜索栏输入那段反复默念的字符 首当其冲出现在我视野的是一家名 超高清专业设备的皇冠店铺 我点入其中一款链接 果断下单 地址填写哥哥家 又找客服补上邮费 确保明天就能上门安装 第二天下午 我便收到安装师傅的电话 安装师傅详细周到的询问过我和哥哥的要求 动手前 他却再补上一句 老板 您家这个可是门铃 咱们范围就设置在门前这一小块可以吗 七 我心头一动 故作疑惑地反问 当然是这样 要是照到别人家门口那些不该照的 我可怕他们找我麻烦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 怎么 你们之前还有客户要求扩大范围呢 话音刚落 安装师傅脸色难看一瞬 摇摇头不肯多言 我不动声色地将准备好的中华烟拿出 又重新倒上热茶 静等安装师傅从提醒椅上下来 趁他喝茶时 我才装作满不在意的闲聊 哎 你不说我也知道 肯定有 我之前住绿园小区 邻居就是这样安的 不过我还得感谢他和安装师傅 不然我也抓不住撬门的贼 保住了公司的机密材料呢 后面我还拿了一万块感谢费 可惜他就是死活不肯告诉我哪个师傅安装的 说怕我找人家麻烦 说到这儿 我将和哥哥伪装的聊天转账记录翻出 在安装师傅眼前一晃 随后看了一眼可是门铃道 我看差不多好了 今天就谢谢您了 没成想安装师傅精猛地站起 还有些线路没调整好 麻烦再等等 财博动人心 他调试的动作越来越慢 我逐渐将不耐烦的神色暴露在脸上 终于他走近问道 老板您真给了一万啊 我挑眉又将转账记录翻出 那可不是你看吧 安装师傅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当初给您邻居安装的就是我 我还有照片和录音呢 他摸了摸后脑勺 老板您也知道 干咱们这行的多少得存个心眼 为保真实 他立刻将照片和录音发给我看 录音中男助理要求扩大监控范围 并且要求安装师傅 教他如何自行调整监控范围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得到解释 我确确实实被人盯上了 更加准确来说 我被我的邻居和他们的同伙工人盯上了 可若只是单单涂色 未免有些牵强 月月可比我漂亮得多 那么我还能给他们带去什么利益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先给安装师傅转账三千块让他离开 见我失神模样 哥哥上前劝道 芝芝 想不通就别想了 先搬回来住呗 难不成他们还能追到这边来 那边的房子就先挂出去 不得不说哥哥提出的建议是极好的规避方法 可如果买下房子的 依旧是如我一般的独居女性呢 八 我沉下心道 你放心 我这段时间就住这边 至于其他的 我再想想 说完我便转身回卧室锁紧房门 想到那些奇怪的外卖订单和月月特别的朋友圈 决定换一个调查思路 我打开电脑 将所有具有直播功能的各大平台挨个搜索出来 做过人像对比 都没能搜到月月的任何痕迹 这可是流量为王的大数据时代 一个主播竟会如此销声匿迹 太奇怪了 我不死心 想起某些特别的交友软件 又打开手机开始下载 这次我不仅下载交友软件 还将能搜索到的各种小直播软件一并下载 又是两个通宵 我在蜜糖思蜜直播找到了月月 这是一个会员制的网站 非实名开卡入会 我打开VPN 又重新创建虚拟账户开卡入会 终于成为月月的粉丝 关停的直播间上方挂着通知 哥哥们 月月下次直播将在明晚9点准时开启 新皮肤情趣旗袍上线 还有超多劲爆福利 放送 9 在直播前我准备了另一台手机录屏 晚上9点 直播准时开启 镜头下的月月依旧美丽火辣 光脚踏在冰冷的地板上跳舞 打赏从这一刻开始没有停过 我只送了一个50块的礼物便再没继续 我想着或许没有这么简单 想着等到下一阶段再继续 却没想过 这一等就是4个小时 而月月就这样不曾停歇的跳了4个小时 她到最后几乎是麻木的 机械性的做着动作 弹幕却毫不在意她的疲惫 只是夸 就是喜欢这样听话的 直到镜头外传来男助理的声音 各位粉丝老板们 老规矩 坚持到这儿都是真爱粉了 咱们即将进入第二阶段 入会门槛比之前有所提高 月月这次可是准备了新鲜玩意儿给大家看呢 来了 我剧情会神的看着弹出的窗口 要求打赏价值3000元的礼物 皮鞭 才可继续观看直播间 这钱必须花 我毫不犹豫又朝账户充了5000块 完成打赏后却收到一条后台消息 那是一串乱码链接 我点进去后又是一串新的链接 在一顿套娃后 我终于又看到了月月 她的两只脚踝系着四代蝴蝶结 四代镜头是桌角 我看了眼在线人数 足有48人 一旁的进入倒计时还剩10秒钟 10 9 8 7 0 新一轮直播正式开始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头内的月月 却发现没有丝毫抗拒 直到一道男人声音响起 相信大家都等不及了 咱们立刻开始福利放送 话音刚落 月月已经配合地抬起左臂 镜头摇晃一动 我看到旗袍侧边是交叉的绳结 在白皙的皮肉上显得格外刺眼 绳结被她扯松 旗袍半遮半眼下 春光毕露 画面又弹出新的打赏框 我沉默地点了继续 这次解开了另一侧 截至目前 本场直播总共淡了五次打赏 最后一次出镜的 是戴着帽子口罩的男人 我死死盯着她眉心的 凹痕和浑浊的眼眸 确定她就是那个工人 她戴着手套拿起长棍 靠近月月 咽嗓沙哑难听 下面我们将进行 今天的验货开箱 十 长棍撩拨裙摆 验货正式开始 不足五分钟 直播间已经验明月月 作为女人的价值几何 我在镜头前看到了完整的月月 如出生婴儿般 毫无自我可言 可她一点挣扎都没有 最后一次打赏 不 或许应该说竞价开始 但幕快疯了 这次让让我行不行 好不容易抬高一次门槛 这都一年了 看腻了 啥时候换新人 你要换你换 我就喜欢月月这样的 我不知道自己参与竞价 会有什么后果 但我知道 被竞价的月月会面临什么 也是在这一刻 我明白被盯上的自己 差点变成下一个月月 但让我急于作呕的是 我被主播限制竞价了 就在我差一千块 将榜一拉下的刹那 我目自欲裂的 看着月月的权限被拍走 直播间关闭 十一 好半场我都没能回神 死死盯着那屏幕 直到凉风吹过 我终于反应过来 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翻出那死去的 二大爷手机号码 注册一个新的绿泡泡 又重新登陆密堂直播 开始后台轰炸主播 我刷这么多 凭什么限制我 MD给老子说话 光给看不给吃是吧 老子马上弄死你们 为表怒火 我狂刷99 终于得到回应 哥实在不好意思啊 咱们也是为您着想啊 您是新会员 得给月月一点适应时间是吧 紧接着她发来一串号码 我盯着那串熟悉的绿泡泡号 立刻用二大爷号加上 我开了变声器 关闭自己摄像头 拨通视频通话 可是对面根本不接 甚至发来消息 您这就有些不够诚意了 我不喜欢这样的 可我现在根本找不到 其他代替我的人 哪怕真的有 暴露在这样的人面前 也是一种风险 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我这在会所呢 不方便 这样你先给我发点图片 欣赏欣赏 那头安静片刻 果然发来一系列私房照 月月似乎特别 爱自己的小拇指 收到的图片里 三张中有两张的pose 都单独伸了出来 我缓慢地放大 每一张图片观察 直到最后一张 画面中的月月四指拳起 小拇指伸出 在胸前比出爱心 我心头一震 这分明是手指数字中的 两个9 记忆回流 我想起之前收到的 精神损失费995元 想起每个月9号和5号 必备吵醒的夜晚 他在向我求救的同时 也在试图让我离开 彻骨的含义向我袭来 我做了一个决定 连着给对方发了两个900 一个1000的红包 以及一个问号 得到的回答是一张鹿骨心图 欲越拇指食指分开 卡在下河线 笑容甜甜 我强忍着恐惧与恶心 又打赏了几个大鹅红包 对方收下后 我提出见面 可是 这消息就如石沉大海 再也没了回应 12 我立刻带着另一个手机的路平报警 再也顾不上什么打草惊蛇 可我自以为是的铁证如山 全都在另一个崭新的 月月出现在警察面前时 变得一文不值 这时我才发现 月月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她从未出现在 除我以外的正常人眼中 而那些视频 也可以是AI合成 网址全是虚拟生成 只剩下一片空白 我沉默地拿出 最后的绿泡泡账号 却发现早已注销 记录全被清除 所有的言语 在这一刻都变得苍白 我成了谎言和诽谤的源头 沉默地挂断电话后 我根本无法接受 自己知晓事情后 却毫无作为 一定要再见一次月月 可问题是 蜜糖直播间已经崩了 月月更是不知去向 13 我将心中疑惑告诉哥哥后 他让我搬回绿园小区 他说 你怎么就不想想当初六楼呢 你咋知道人家就一个窝点 狡兔还有三窟呢 我恍然大悟 当晚就带着哥哥 回到绿园小区 然后叫上七八个好友 点了凌晨三点的外卖 写的是邻居家地址 男主理果然怒气冲冲地 出来开了门 见到我们一群人 又满眼恨意地缩了回去 但我远不止做了这点恶心事 我白天也点 我一天点六次 一连三天 确保他根本睡不了个胡伦觉 也别想在这样的环境下 拿到一分钱 与此同时 我托朋友偷摸带来的摄像头 也已经摆在对面那栋楼中 今晚我们如常点了外卖 隔壁果然毫无反应 回家后 我拿出对面那栋楼的监控 六楼一侧住户 悠悠烛光透过空荡荡的窗户 在一片黑暗中格外显眼 我拿出手机 找出上次下载的网络连接 填堂直播间安装完成 该应用存在较大风险 我无视系统提示 熟练翻出虚拟账号登录 月月果然已经消耗 可是 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名字不会变 我找到那熟悉的账号 切入他最近观看的直播间 找到了一个乐乐 主播 点下关注的瞬间 卡顿至极的后台提示 您关注的主播乐乐 将于十分钟后开播 我终于又看到了他 在烛光中将自己身上 包装层层剥脱的月月 可这一次 他的躯体上出现了各种灵虐的痕迹 精神状态也看着大不如前 眼瞳溃散 恍恍惚惚 我顶着熟悉的ID 打赏一万元 直接冲上榜一 直播结束后 我收到新的私信 这次我加上账号 先发制人一顿发火 怎么就突然消耗了 你打的旗号都骗人的是吗 我才看两眼就没了 到底什么意思 吊人是吧 你陪叔叔一晚 丫头 叔叔一定会让你 当一回真正的女人 叔这回可不是新人了 叔对你都是一片真心 我绞尽脑汁找出下流词汇 得到的回答是 一通来自乐乐的视频通话 14 好在我早有预料 布置了一个新的背景 还叫上一位 从没为露面的 落腮湖朋友接通电话 而我则坐在客厅 看着同步投影上的乐乐 这是双方默契的厌货 视频挂断后 我被拉入群聊 群主发出群收款要求 一万元 我演技首快的完成支付 成功的瞬间 天堂直播后台收到私信 那是一串地址 在城中村的红灯区 三轿九流混杂 小旅馆多不胜数 时间是两天后的晚九点 15 我们如约前往 只落腮湖朋友一人进入小旅馆 幸运的是 经过搜身后 男助理和工人并没有打算 看着两人办事 而这也给了我们可乘之机 落腮湖朋友按下耳钉 我收到提示 冲破房门的瞬间 男助理和工人熟练的翻窗逃跑 月月愣了愣 崩溃大哭 朝我跑来 求求你们 一定要追上他们 务必要抓到他们 受害人不止我一个人 话音刚落 哥哥与朋友已经追了出去 月月又哭又笑地 揽上我的脖颈 念叨着 受害人不止我一个 不止我一个 我当然知道不止她一个 毕竟算上早已踏入陷阱的我 就至少有两人了 我一把掀翻月月 握紧她的手腕 她吃痛的松手 掌心药粉撒在她的鼻尖 只三五个呼吸 她便彻底晕死过去 我轻声说 警察同志可以进来了 失踪的黎月 她又恢复了 清冷厌世的模样 只是藏不住眼底的恨意 只要你代替我 我就解脱了 你为什么不听话 我没有接话 更不曾解释 她仔细欺人的解脱 都是泡影 十七 做笔录时 我被问到 什么时候发现的端倪 我想了想 笑着回答道 从说到精神损失费开始 有了一些不敢验证的怀疑 这样明显的数字 谁都不是傻子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狡猾的犯人 不会放过如此明显的破绽 十八 他们首先引发矛盾 诱导我发现怪异之处 再通过拿捏我 作为女性的同理心 一步步引导我 发现黎月的可怜遭遇 后来甚至露出破绽 主动配合我开展调查 逐步制造 让我失去信任的困境 这时候的我最是脆弱 也最是一意孤行 自然最容易走进 那为我量身定制的道德陷阱 此后找到黎月真正藏身地 再放下诱饵约我见面 最后的最后 让我最不应该设防的黎月下手 为确保万无一失 旅馆还有其他暗线配合 可惜在这之前 我不死心地缠着警察 通过失踪人口 确定了月月的真实存在 又在深入交流中 再次提供证据 得以配合开展专项行动 直到所有人落网 不得不承认 在下载直播间前 我是真心相信过的 在确定六楼是真正的藏身地点 也想过黎月是无辜的 可是我走的每一步都太过顺利 我更不愿意想按住六楼电梯的 是出门买口红的黎月 19 我看了眼桌角旁的阴影 本就是不对劲了 真正的黑影 是我根本无法触及的区域 完